大家好,我是行南川大月季的Molly大家都知道,明星和粉丝之前的关系一般都比较和谐,但是就有这么一些明星,跟粉丝的关系不怎么和谐,今天就来跟大家谈点一下李晨,奔跑吧兄弟捧红了不少明星,李晨就是其中之一,凭借任劳任怨,能力出众的大黑牛行线圈分无数。 不过2010年1月时,李晨因为拒绝给粉丝签名,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一人眼角出现,不过据Molly所知圈内李晨好脾气是出了名的,不少粉丝也认为之前肯定有内情。 大姐大毛阿敏据说在几次彩排的过程中,毛阿敏的歌曲已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自然有许多毛阿敏的歌迷,但毛阿敏排场相当大,而且他有三部原则,不拍照,不合影,不采访。 一位曾喜欢毛阿敏的舞蹈演员气氛的透露,很多人都曾找过他合影,但都被他拒绝了,理都不理人。 周华健有次到西安威某品牌拍摄宣传照,几个同学刚好碰到了他,便想上前与偶像合影, 却遭到周华健非常冷漠的拒绝,您觉得我可能跟你合影吗? 然后没有再理会,毛磊觉得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? 李文的《刀马蛋》是毛磊早年非常喜欢的歌曲,之前他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爱犬穿着一件露杯衣服的照片。 不仅如此,李文还表示这衣服是粉丝送给自己的,此曲也让很多歌迷心寒, 表示,歌迷给你的礼物,你居然套在狗身上。 杜海涛在河南拍戏时和当地校园的学生发生冲突。 据悉,当时围观群众太多,有一个人抓了杜海涛的衣服领子,杜海涛推了他一把, 此时一个扎辫子的人开始骂杜海涛,才引发冲突。 不过,杜海涛则承,是大学生要求其摘去眼镜, 遭拒绝后闪子动手扎掉其墨镜,导致双方发生冲突。 蔡依林在内地拥有了千粉丝,每到之处必然被伪的水泄不通, 而她对待的粉丝的态度却令人不敢苟同。 早年她受邀参加同一首歌,中间有个环节是粉丝上场送礼物, 当时蔡依林非常开心,然而一转身,她却将几个粉丝送得诸如自己画像之类的小礼,随手扔进身边的垃圾桶。 该事件曝光,后令粉丝们和摩雷有点心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